袁警取締攤販 身穿外套的男子 站在一旁圍觀 原以為他只是一般逛街民眾 沒過多久居然出腳狠踹警車 以下還不夠 又來第二下 轉頭想落跑 卻被後頭警察帶個正著 你剛剛幹嘛踹警車 不是啊 你趕快路中間 你車子停在中間 你也沒有閃燈 你也沒有停 你看東邊就可以這樣踹車嗎 嫌犯踹到警右機車 還理直氣壯 質疑袁警沒閃燈 雙方在街頭僵持 放手 沒事 我沒事 踹我們警車沒事 對不起 為什麼要踹我們警車 因為我只是看你們 怎麼踹 踹兩次 事發在8號晚上7點 台北西門町徒步區 當時正值用餐時間 街頭急著水鞋不通 快達警力道場支援 可把店家勸嚇壞 看到就警察很多來而已 就直接把他帶走 看到一群人圍站 講說你怎麼那麼多 叫警察車 可是我們出去的時候 他一定會圍住 我坐我的警車這麼多 羅興嫌犯有9架前科 質疑警察開單 沒閃警示燈 警方將當上考待會 酒測值0.99毫克 以妨害公務罪 將人依法送辦 依據規定 警方趕赴重大災難 追捕現行犯逃犯 或是取締重大違規 才需要閃警示燈 開單過程完全符合規定 這回嫌犯 酒後鬧事 公親便釋主 踢警車 也踢到鐵板 記者離奇異 陸玉昕怎麼不懂 我是張貝茲 播報新聞 讓我增廣見聞 家事 國事 天下事 事事關心 也帶你一起 總握每日時事 與時俱進 所有最新消息 熱門話題都在中視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 分享開啟小鈴鐺 與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